欢迎回到宣传现场 我们持续带您来关注金华城案 柯文哲被积压境界 他的律师团至今还没提出抗告 那本周会提出抗告吗 外界就分析 除了金华城案 其他在押被告 包括了彭震生 沈庆金印小卫和吴顺民抗告都被驳回 也因此被认为柯文哲抗告成功有难度 再加上柯文哲有六大案缠身 除了外界原本说的新武大案 还有竞选总统的政治现金账目案 如果要提抗告分析指出 如果律师团可以指出积压的非必要性 或是原理由有矛盾 会有程序上的瑕疵 也许不是完全没有机会 柯文哲委任律师郑申源 面对记者询问没回应 赶在第一时间登记律舰 柯文哲被收押的第一天 律师们把握时间 粉皮绿剑商讨下一步 同样涉入金华城的被告 彭震生 陈信金 应小微 吴顺民 接连备收押 上层下层共犯提抗告 全都遭驳回 柯文哲想要撤销积压 难度有点高 除此之外还包括正在新建的南港转运站 共六大案缠身 检方要抓紧时间补强其他证据 当然不会让他说放就放 但也不是完全没可能 律师要是能提出交保限制逐居 就能成为积压的替代措施 或是法官认定犯罪嫌疑重大的内容 有问题就可能能翻转局面 羁压必要性的部分 到底可不可以证明说 他有逃亡灭政 或者是串政的情况 那就算是有 也必须要证明说 没有任何的羁压的替代措施 判断上面都有瑕疵的话 那我原本的裁定可能就会有问题 就必须要发回重申 王牌律师团如何让柯文哲 回复自由之声 外界都在看 华石新闻杨润顿小秀台北报导 哈喽 我是庄慧琪 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 赶快订阅按赞 开启小铃铛 锁定华石新闻YouTube频道